新聞大敗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 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 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場次跟所有的黃金陣容擺出來 當然我剛剛韋翰提到 那個由林非凡這樣的順序 的確是很有值得回 這個觀察一下 我覺得應該是來京城要趕場 我覺得是有值得觀察的地方 我們來看看這一場 有幾個指標 剛剛談話來不及 現在敗沒辦法CUE 但持續在進行當中 我們來幫大家講一下重點 蘇貞昌上台了 他說老縣長回屏東 他出席要跟大家講四個不同意 然後老縣長回屏東 蘇貞昌四個不同意共同說明 會繼續拿他的高爾夫球 然後繼續秀 像賈伯斯那樣子的樣子 賣勞命 他講我早晚多厲害 跟你屏東怎麼做 還在講過去的政績之外 還有還有他批國民黨 實在是天理不容 為什麼 他居然之前罵陳時中 他的一些做法 然後現在要把整個氛圍 要要講到陳時中 是蔡英文的腳筋 所以這個是天理不容之外 他還爆了一個料 他說有人拚 拚到進急診室上陳其中 他說拚到昨天進急診室去急救了 不舒服 這麼拚 國民黨在起床台灣小孩 因為萊豬跟他有關 所以他就是把這個可憐的樣子 然後很拚的這個形象 拚在這裡 就是說前面給賴清的面子 你看沒有同場 這個蘇生山跟萊豬 就走了 副總統有很多行程嗎 有這麼趕嗎 對 他怎麼不會同場 但是看看老縣長 回屏東這個氛圍 公投說明會 看看這個樣子 這個氛圍在哪裡 我覺得這當中 秀出了很多不一樣的 在民意黨排隊提示的味道 韋翰 我先跟大家講 因為林非凡卡在 斯文昌跟賴清德中間 這個是有貓膩的 一般如果你了解 這種大會的安排 就是顯然他們兩個可能 其中一個人不太想跟對方碰頭 所以中間要有一個阿蘇比的人 所以林非凡被拿去電檔 我不認為林非凡 對 不認為林非凡會知道說 如果你今天安排我在副總統後面講 我一定會覺得說這不對不對 我應該在前面講 對不對 雖然他的關節也蠻大的 他負面書長對不對 但是沒有這種抖力 但是後來你看到 應該主持人林已錦 自己就撐過那個時間就好 在這裡講就好了 對 如果你說賴清德後面是蘇院長 但是我覺得還要強調一次 以今天這種場是今天最大場 民進黨對於公投說明最大場 哪有那種不能安排到 剛好蘇院長講完賴清德 兩個人還一起同台 所以顯然這個 好 我們就不去挑這個問題了 重點在於什麼 重點在於你今天的 這些內容的過程當中 你一直在轉換概念這個事情 現場大家其實我發現 並沒有很熱情 雖然他講的 但是這個我都會保留 因為民進黨真的可能不熱情 但最後都跟著去投票 因為大家等於是下達軍令 四個通通要不同意 還有口號 這樣子然後再這樣子有沒有 現場其實沒什麼熱情 那我要跟大家講一個觀察點 因為我有全程看 其實今天在現場反應最好的人 是蘇貞昌 他來了以後大家當然 一開始 因為可能下面的人 年紀都比較長 沒有他幾乎沒看到什麼年輕人 很少 他第一次跟打 然後其實 然後他再來一次 然後之後大家才 剛剛導播有那個畫面 才真的把手舉起來 控場最好最有現場的那個魅力的 還是蘇貞昌 他比賴清德更強 賴清德如果你要選2024的話 你不要只有看到鄭文燦 你還要看一下蘇貞昌 是蘇貞昌也是很有魅力的 然後蘇貞昌講什麼 因為他以前當屏東縣長 來了以後就先鋪梗 他說這個體育場 是他當時當縣長的時候蓋的 蓋完之後就被國民黨衝掉 我就沒辦法再來 心酬救分 難怪要罵天理不容 對 然後他說第一次 進他這個體育館 大家就忽然醒過來 可能下午時間大家睡午覺 所以蘇貞昌控場還是厲害的 好總之接下來這段期間 論述我跟亮哥的看法完全相同 因為兵不厭詐這是戰爭 民進黨起來看民調四大公投 都是贊成多於反對 那這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就是把整個牌桌給翻了 以後就不用打 就不知道誰扶牌誰擠台了對不對 我就跟你整個拚命 這就是一個抗中跑台 誰反美 誰親美的戰爭 你都不要跟我講這四個是什麼 國民黨就是反美 國民黨要害死台灣 國民黨要阻礙台灣走向國際 國民黨要害美國沒有辦法幫台灣 國民黨要跟共產黨一起毒害台灣 所以國民黨提得通通反對就對了 但問題是國民黨只提了兩個 國民黨還害我沒有繼續屏東 繼續執政對不對 對不對 對 什麼都是國民黨害的 然後講到大家義分填移 後來忘記我們在公投的是議題 對是不對的人 是蘇貞昌自己講的 差點下去 鑽中痛 我跟你講如果說這一次 中投真的被他擋下來的話 我一直覺得說當然是在鄭文燦 跟賴清德之間2024 你要做孫昌的機率我覺得非常低 但你要說是零嗎 從今天這場他回屏東 然後可以說在人氣上面 居然比賴清德還要更強 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先打一個問號 先保留 不要完全把它排除在外 他的戰鬥力還是蠻強的 而且以這種抗中保台跟全面親美 因為現在確實是 美國對跟民進黨政府最親的時刻 以前馬英九的時候也沒有這樣 布林肯 拜登通通壓上來 要挺中華民國 要去聯合國 要幹嘛 這種時候你把他論述說 你要反美 那就是要配合中國 配合中國大陸 我覺得會有用 我覺得民進黨支持的 會突然就忘記 我們再投的是公投 是對勢 就變成是兩岸意識形態的 這次哪有可能不停 不停就撞不住了 愛台灣 愛台灣 四個反對 台灣加油 四個反對 台灣加油 現場就嗨起來 這個後面還有 因為他說要辦300場 我們再看看後面的狀況 可是看起來才第二場 就已經有非常強的味道 各位有沒有覺得 這根本就是民進黨內 2024總統大選的前哨戰 哪裡是講什麼公投 你看每個人各出其招 想盡辦法要取得話語權 想盡辦法要前進下一任 民進黨內要獲得提名選總統了嗎 但是蔡英文執政五年 那麼現在黨國內怎麼樣 他們黨內當然是很熱鬧 在有各種的前哨戰 在爭取自己的資源跟位置 但是民眾呢 官員有沒有感覺到民眾 莫忘世上苦人多了庶民之苦 萬物皆掌 官員無感 當然是說說老 印度神童他全球 都在關注他的預言上 這次他的預言 就兩件事衝擊全球 接下來疫情還會再有 經濟還是會很大的衝擊 那麼所以其實事實上 不用他講 我們都知道全球 包括了美國通膨的狀況 能源再來就是運輸 兩大起漲的時候 引起的這個全球的恐慌 跟擔心 那麼當然惡性通膨 大家很擔心會爆發 還有什麼通膨數據失控了 因美國人的這個舉動 如何如何全球都在關注 那麼美股當然上個禮拜 在上下整理 還有一些財報週 也許成績還不錯 但是其實大家 還有很多的隱憂跟擔心 就是擔心通膨30年引發的效應 而這一位主計長 他說我們面線1萬20塊 拿不到 但是他也保證 今年CPI不會破2% 我們經濟很好 不用擔心 那王美華我們經濟部長也是 他不知道 原來王平漲價 在看報紙才知道 他不知道這個通膨數字 所有被問到的數字 他都答不出來 那民眾可就知道了 那甚至這個經濟果實 勞資要共享 是勞動部長許明春所說的 但是其實其他的 總統在這些歷年 一直講他創新高如何 基本功是要調漲的 這樣的遊說裡頭 這個是在蘇生昌場子 不斷的在幫蔡英文 宣傳這件事情 可是民眾的感覺是什麼 是不是跟我們的官員 落差很大 比方說當主計出戶總估 第三季的經濟成長率會 3.8% 全年渴望6.01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是 連泡麵都從53塊 漲到59塊了 然後我們的蛋腳 也漲價了 自助餐一菜一肉 居然95塊 好貴 一菜一肉 不過現在菜好像比肉還貴 兩隻土雞腿要508塊 是怎麼樣 漲價得很驚人 其實我知道一些傳統市場 還有夜市市場的每個攤位 小吃也都在漲價 這個大家都是心理上非常有感的 然後中油又漲價了 汽柴油調漲 0.1元 0.7元 925千汽油 每公升30.2元 柴油漲客運 票價 會不會也跟著漲 運輸 在國外也是 能源價格 再來就是運輸的價格 台灣 會不會為了選舉擋住 還是蠢蠢欲動 不知道 那麼立刻就想到這件事情 是蔡英文總統 曾經記者講 你們要自立自強 你們要什麼 各種勞動權益 你要去跟老闆說 結果真的有一個員工 去跟老闆說了 台中有個男子 他抱怨心思太低了 結果去跟老闆講 就被虐打 塞到後車廂之後慘死 然後這個新聞 讓大家非常的感覺 天啊 台灣是怎麼回事 這個貧富差距的落差 其實就是所謂的K型復甦 台灣現在面對的這種社會現象 是官員所沒有辦法了解的嗎 對 目前來看的話 這一次的一個通膨的海嘯 已經引然成形 剛剛講的K型風暴 可能已經要慢慢來襲擊台灣 所謂的通貨膨脹 通貨勃中 什麼叫通貨勃中 就是你的錢 保衛你的錢 消防你的錢 失重了 你的錢 口袋你的錢 不管你的薪水有價 也對賣就沒價 所以說 你去年購買率減少 你去年100塊買的東西 今年可能要100塊5塊買得到 你的錢放在銀行 賺0.76的 要怎麼會好 所以說 通貨膨脹來的時候 大家非常的煩惱 所以這次大家怕是怕說 穿1973年 1973年 就是民國了12年 對不對 以阿戰爭 第四個建政的時候 所以沙烏地阿拉伯 他的石油隊 美國禁運 就由一趟為3塊去到變10塊 那個時候 我在家裡 一碗陽春變2塊去到變5塊 所以你知道通貨勃中 很厲害 那年的通貨膨脹 差不多43%至45% 我們台灣 所以沒辦法 公務人員加薪加到30幾% 所以這一次如果來的時候 我們好像已經看到那個光了 哪一個光 最近網品 網品旗下有15個品牌 全部都去5% 都不定了 壓不定 怎麼壓不定 因為你看收益不準 我們在上個月 所以我們真正的CPI 就是我們的消費者 物價指數是2.63 但是鈍售物 它的一個物價指數 已經到11.93 什麼叫鈍售物 就是最上有的進口的成本 進口成本 已經升到12% 不過包括在 因為我們台幅 為33.5% 升達到28塊 這個中間升達14% 所以他現在要撞得住 就是說要有可能不要轉價 但是如果用美元計價的話 那目前來講 我們的進口成本來講 已經到接近20% 所以漲價已經必然了 你去鈍售物 那整個銅售 已經打那個白鴨售 說他撞不住了 他開始要去掉了 怎麼說 沙拉油一湯起百二塊 和那秋土 你吃那個炸雞 那個秋土 吃也起一百塊 每天都起 每天都起 黃小玉 黃豆小麥 玉米 都都起 所以這個時候 大家要煩惱 所以老百姓 在過去 去年 主年很多 百分之六十百人 收益都減少 可能半薪 減薪 甚至連工作都沒有了 只能扣三千元的 所謂的 我們的福利券 到現在五千元的 你只扣那裡會付 所以這個時候 老百姓真的要 想清楚 你如果過去這幾年 你過得不好的時候 明年後年 你要很煩惱 因為我們就說什麼 他說現在有兩個疫情會來 第一個就是什麼 就是今年十二月七十 可能這次疫情會反撲 而且反撲的力量會很大 它舉四個國家 以色列還有新加坡 還有英國還有美國 這四個國家 它的兩劑的接種率 都超過70% 所以我們這次注意看 AY4.2 現在已經來了 台灣已經前幾天 已經有一個境外了 要特別小心 第一 經濟上 它特別指中國經濟 會出現很大的危機 在明年的三月二十之前 所以如果中國經濟 它的內部 不管是這一次的一個 所謂的能源雙 雙控等等 會出現大危機的話 那麼我們台灣的經濟 因為我們有百分之 四十三 四十四 都靠中國大陸給我們買東西 這樣我們買年的經濟 可能大家要非常小心 不是只有你個人理到我的問題 我們整個國家 我們的外銷 這方面可能會受到 很大的緊急 這是我們今天最煩惱的 因為台灣目前是 外銷成績非常的好 但內需面對了很大的挑戰 可是其實國際社會 都在一個通貨膨脹 非常大的危機裡頭 剛剛講到中國 其實美國也一樣 美國這是在加州大華超市 一個畫面 一小袋金針菇 三個月內 從39元台幣 漲到180元 就是美金換算下來 像這樣子的物價 是在全球都在發生 通貨膨脹就是說 好像物價一直在漲一漲 當然股市很狂飆 在投資市場好像很熱很旺 可是另外一邊的庶民 反而收入越來越小 越來越活不下去 這個差距 在這個社會上復蘇 雖然在疫情之後 要重新復蘇的時候 產生非常放大的極端 一般民眾就是最慘 底層的那個生活 就會變成非常大被壓垮的那根稻草 我們台灣CPI沒有反應出來 是因為我們對油價跟瓦斯價格 做嚴厲管制 那個就是中油還有瓦斯行 他們自己先吞 政府都就是先 中油自己就一定是賠錢 而且會賠得非常嚴重 吞了 因為我們這個月的通膨 交通通信就漲了7.2% 那事實上別的國家 像美國很多都漲了30%以上 沒錯 那它等於是透過油價的補貼 直接把它壓下去了 那你可以一直這樣壓嗎 那中油會不會倒 那另外一個就是房租 事實上這兩個是通貨膨脹指數 就是CPI指數的大中 還有另外一個是糧食 那糧食事實上 因為我們進口的部分 你現在早晚還是會反應上來 比如說大豆 很多基本的糧食 到最後一定會反應到 所有的物價上面 然後另外一個就房租 那房租我覺得那個 也是早晚的問題 因為錢會越變越薄 沒錯 所以你看那個軍空教 不是今年空前漲4%嗎 連退休人員都調薪是 很可能那個實際上 你平常的支出 很多項目都會超過5%以上 包括糧食 包括你的交通費用 包括你的房租等等 所以我們剛剛那個朱澤民 我們主記長 對今年樂觀 可是明年恐怕會很慘 明年會很慘 我跟你講明年 我看他要去顧一下明年的數字 因為今年是前面我們都壓住了 至少弄清楚面線多少錢 沒有 那個對他來講太遠了 吃不到 對 因為是我們國家主要在管 我們的經濟大權 全球都是在這樣的風潮底下 台灣不可能自己獨善其身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而且我們跟大陸也是連動 跟美國也連動 兩邊物價通膨都這麼嚴重 你怎麼可能不受影響 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他剛剛講的是 今年的CPI可能不會超過2% 今年都快完了 拜託好不好 對 剩兩個月 你看一下明年第一季好不好 看一下明年第一季 第二季 對 尾翰是幾個孩子 三個孩子的爸 沒有記錯的話 是吧 尾翰 三個 三個孩子的爸 對 我有三個 你想想看你有學費 水電 然後小朋友要吃 要出去玩 然後所有的生活物價 所有有孩子的父親跟家人 都會有感受到這個物價 大家感覺壓力很大 那當然現在如果調整基本工資 或者是幫軍部教調薪 但一般人 一般人其實是沒有辦法 跟上這個鐵飯碗 那你怎麼看 我們現在感受 庶民的感受 跟政府官員真的差很多 其實我覺得 政府官員真的要 多看看憲哥在講什麼 因為憲哥會講很多 我們庶民當中 大家生活所遇到的狀況 那個淺秋的那個 CG牆上面的那個特寫道 我可以再拍一次 我對這個很有感覺 因為這個在台北 台北南港的一家自助餐 對 就這個 你看 因為那個老闆娘 我出來解釋了 他左邊這個菜 我看應該像是地瓜葉吧 地瓜葉的樣子 右邊就是三塊小雞肉 這樣子加起來沒有飯 這樣95 就95塊 95 因為他說 因為老闆娘有算了 他說這個青菜這一坨 其實也沒有很多 就是一個 你看一個便當盒的四分之一 他說這個青菜30塊 這我覺得 對30 這樣就30了 就是一般 一般有那麼貴嗎 第二個 這三塊 這三塊雞肉豆的白斬雞有沒有 65 65塊 所以這樣子沒有飯 光是這樣子這一盤 你看到了就95了 因為65塊的三塊雞肉 跟一個青菜地瓜葉 95塊 買的人就抱怨 可是他說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菜貴 我們剛剛在講通膨 是美國現在衝上來 我們台灣只是剛剛開始 有那個跡象而已 還沒有 還沒有很嚴重 你就已經賣到這樣子95 那如果對不起 我再來另外兩道菜 再一碗飯 我吃個自助餐要兩百多 我是沒有辦法挖下去 所以這個基本上 不要每一次 因為主機長可以跟大家講說 我們現在去關注哪些 有時候覺得立法委員問你 肉肉飯 蚵仔麵線什麼的 你覺得這好像很無聊 可是我要告訴你 這代表說 民眾會接觸到的生活的大小事情 你只知道 看那個主機總處的那些數據 還有我們現在目前的這些怎麼樣 你要知道老百姓生活 遇到的是什麼 要吃米 要知道米給 吃菜 要去吃菜給 你要去菜市場去看看 為什麼會這樣 那你要想辦法去把這些抑制 通膨的狀況美國嚴重了 台灣根據疫情的關係 因為你整個生產線遲緩的關係 你看像包含了二手車的需求 還有相關的東西 因為你大家都因為這樣 那如果疫情真的如阿南德所講的 還要再來的話 那我們要先做好準備 所以現在不是真的說實在的 不是拼選舉的時候 前一段我們在講 看起來好像在拼2020 我確實也感覺到這樣 可是你要先讓老百姓確實 平安的度過這段期間 這些通膨跟物價上漲 真的會衝擊一個月賺兩三萬塊的人 很大很大 因為如果員工真的聽總統的話 去跟老闆說下場是什麼 被活過打死了 你有看到這個新聞嗎 他聽了總統的話 你自己去跟老闆講 薪水不夠高要調整 結果就這樣活活被打死 還塞在貨車廂裡 請教我跟妳講 美國現在一大堆工會都在罷工 因為要求調薪 因為他活不下去 是 美國是比我們嚴重很多 沒錯 為什麼他會賬那麼多 因為美國很多地方缺工 而且他們一直印鈔票 整個通貨膨胸的情況更嚴重 還有運輸的問題 沒有 因為美國 你跟中美貿易戰爭的時候 雙邊加關稅 都拉起來了 你國家收了關稅 因為老百姓要付出 那三號跟一號四號自己扁 對不對 你現在不是 你現在台灣是這樣嚴重 你說這 要跟老闆要錢 我看到這個社群 我說這些人是小的 嬉笑 11月會把一個打到四 全世界也沒有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說拍人當搞小人 真的這次疫情 讓很多人 我告訴你 真的那些什麼造業都造出來 要特別小心 這 你不給他就不給他就好 你打到四號要做什麼 還是因為他只是一個 他是外勞對不對 還是台灣人 台灣人 我平常說好像是個台灣人 真的聽聽總統的話 然後可是就是重點 就是在於說台灣 其實這個通貨膨脹 的確是才剛開始在漲價 民生物資在漲 但是油價一直在漲 然後正要準備往上走的時候 中央也許有一些政策 想辦法控制住而已 但如果慢慢慢慢 在往上漲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辦 這些小老百姓 現在真的不是選舉的時候 是我們民眾的問題 需要被政府重視的時候 莫忘世上苦人多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